韩国很多艺人因为高颜值并且有才华而备受我们网友喜欢 但因为韩国人比较少 所以韩国20-28的男性公民必须服兵役 兵种不同 服役期也不同 而最近有两个韩国艺人就需要去服兵役 而且服兵役形势也有所不同 本月8日相关媒体报道 李忠硕将会入伍 进行替代服役 他将先到兵务厅指定的工作地点开始社会服务工作 之后再根据兵务厅的安排接受新兵基础训练 而李忠硕之所以进行替代服役 是因为他在16岁中学时遭遇交通事故 导致十字韧带破裂 因此他的身体检查结果被判定为四级 据规定 四级士兵作为补充役 在参军体检中 被分类为以社会服务 两年的刑事服兵役 预计2021年1月2日退伍 对此粉丝们也很是舍不得 甚至用李忠硕拍过的电视剧 来计算二朔回来的时间 据韩媒报道 Big Bang成员胜利 最近已收到现役的入营通知书 将于3月25日入伍 将以陆军现役身份入伍服役 进入中心南道论山的新兵训练 所开始服役 但前几日胜利明夏夜店 为平息一系列事件 向负责此案的的江南警署 行贿了2000万韩元的行贿风波 还没有过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胜利明夏夜店 江南跳舞等有娱乐项目的酒店 注册为普通饭店 涉嫌逃税 不过在我看来 胜利这情况 入伍应该不太好 很多事情还没处理好 希望入伍前能够查清真相 有人甚至认为胜利 入伍是为了逃避责任 其实入伍时间是早就定好了 并不是所谓的 为了逃避责任而选择入伍 胜利方面表示 考虑到大众的情绪 早在很久之前 就放弃了义务警察考试 同时表示 已经认真接受了警察的调查 如果入伍前 还有追加的警察 传唤计划的话 会出席 李中硕将于入伍 进行服替代役 而胜利也将以陆军现役身份 入伍服役 期待他们的回归 并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对于李中硕 你最喜欢他的哪部剧呢 又是哪部剧入的坑 对于李中硕的调查 对于李中硕的调查